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 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 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你是个讲道理的人吗? 这个问题可能问错了哦 应该说你会跟别人讲道理吗? 如果我问你你是个讲道理的人吗? 其实大家都会说自己讲道理的人 可是如果换个问法 你会跟别人讲道理吗? 我猜蛮多人也会的 但是结果往往是你发现大家都不讲道理 可是别忘了哦 刚刚大家也都说自己是个讲道理的人 这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每个人都自认自己讲道理 可是当别人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却又都讲不通呢? 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看这样的现象 先从2006年的一个研究跟你分享 有两个研究者叫做布兰登 奈汉跟杰森 瑞夫勒 他们呢 特别写了一些假的报纸特稿 里面呢 谈论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 而这些文章的内容 刻意证实了美国政坛上面的一些知名的误解 而只要一有人读到这个假文章 研究者就会立刻递上真正的文章 来更正这个假消息 比如说 有一个假文章说 美国确实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然后呢 更正的文章就说 美国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发现 这当然才是事实嘛 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哦 那些反战或者是自由派的人 看了两篇文章之后 多半会否定那个假的消息 而相信后面真的消息 可是呢 那些本来就赞成出兵的保守派 则倾向于相信前面那个假的文章 而否定后面的真讯息 有趣的现象就在这里了 那些保守派读到第二篇文章 里面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后 他们不但没有被说服 反而更坚定事情就是像他们原本想的那样 这两个研究者还不死心哦 他们还找了其他有争议性的议题 来重复一样的实验 比如说像是干细胞啊 税制改革啊这些 结果还是发现 就算去更正那些假消息 但是对于那些原本就不相信的人来说 他还是更坚定自己的认知啊 这种内在状态就是 当你的信念被打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的立场受到威胁 而这样的状况反而会让他们更是凹下去 去赌更大 也就是说这些修正不但没有办法拨乱反正 还反而倒打自己一耙 造成了反效果 其实任何事情一旦加入了我们的信念系统 我们就会像是一句成语说的 叫做避走自争啊 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本能 人啊就是会去保护自己本来有的想法 不受到外面的威胁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 就像是忠于国王一样 我们不会去质疑自己的国王 更不会去发动任何的革命 听上去虽然很荒谬 但遗憾的是 别人是如此 而你也是如此 所以呢 这就衍生到 为什么跟人相处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无论你们两个再怎么契合 再怎么看对眼 总是能够找到 你们在意识形态 认知角度有差异的地方 而在这些地方 我们往往发现 对方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又会很容易的 用力的要去说服对方 你说服的力道越大 对方就越坚定相信 他原本相信的 于是呢 可能原本只是个 你们之间的小问题 小矛盾 通常是不处理也没有关系 但却慢慢的变成是 你们中间会辛苦 甚至于会决裂的大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们想要去影响别人 改变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们要失利的地方 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讲道理 而是你要先创造 你跟他之间的连结 你有没有过那种经验 如果一个人跟你相处 你感觉到舒服 自然他说的事情 你就相对的容易接受 可是当一个人 就是摆出一副 他是对的 他要跟你讲道理 或者是用很大的力气 要说服你 无论他说服的内容是什么 无论他的道理 多么的坚实 其实你心中的反味反应 已经自动的升级了 而反过来 如果我们遇到 别人就是要硬来 跟我们去讲道理 讲他所谓的道理 而你根本不想接受的话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有时候就会遇到一些朋友 要嘛就是坚决抵抗 到最后造成血流成河 要嘛就是委屈自己 默默地低下头 去买单 去接受别人的东西 而这里的接受 叫做心不甘情不愿 总而言之呢 无论是跟别人决裂 还是委屈自己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内伤啊 我想呢 说到这里 可能对你来说 你希望能够跟别人 建立更好的连结 在适当的时机 带影响力给别人 你也希望 当别人用很粗暴 不适当的方法 要去介入你的想法 介入你的决定的时候 你能够保护你自己 第一个是关于 我们怎么跟别人 连结的功课 而第二个是关于 心理界限的功课 现在呢 这两个功课 你有一个机会 可以一次打包 一次学习 我们从即日起 一直到6月30号的 晚上12点之前 我们推出两门课 合购的季节限定优惠 分别是 哈克的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跟嘉玲老师的人气断舍离 如果这两门课 你都还没加入的话 现在你只需要2600块 就可以一次打包 而如果你参加过 其中的任何一堂课 你想要加入另外一门课 从即日起 一直到6月30号的 晚上12点之前 单独购买其中的一门课 也有季节限定的优惠 期待你把握机会 然而无论你会不会加入 我们的线上课程 我都希望在你的生活里 既具备有跟他人连结的能力 更有好的心理界限 能够帮助你 坚定你的生命 期盼我们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无论是透过YouTube 还是Podcast的收听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朋友 我们需要你用行动来支持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 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再次呼吁 6月30号的晚上12点之前 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跟人计断舍离这两门课程 有季节限定的优惠 如果这两门课 你都还没有加入的话 两门课程一起加入 只需要2600元 而你已经加入过 其中的一门课程 另外一门课 在这段时间里 也有优惠哦 请你把握机会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 都有连结 期待我能够在线上 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